大家好,这里是GF科技视角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苹果刚刚正式发货的红透万奔天的头戴式设备Vision Pro 我相信这两天大家都已经被Vision Pro用户的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视频刷屏了 最早一开始出现的就是一个哥们带着Vision Pro开车 当然这个车是处于自动驾驶状态 但也很吓人了 因为自动驾驶状态的车 你的驾驶者要随时准备接管这个车辆 如果在紧急情况下 那么他带着Vision Pro能不能及时的去干预 这个就很难讲了 那除此以外呢 还有带着Vision Pro去逛街的呀 去坐地铁的呀 甚至还有吃饭的 那么今天最新的一个视频 是我看有人带着Vision Pro去赌场了 那当然借助Vision Pro你可以在应用里头去计牌 去算牌 去计算这个赌赢的概率 那我相信绝大部分赌场应该不会允许 赌客带着Vision Pro去玩 对吧 那当然还有很多的这个新的Vision Pro的用户 就躺在床上借助Vision Pro完成几乎所有的 各种各样的任务 工作 开会 社交 游戏 除了这种上厕所这种必须要清理行为的之外 其他绝大部分虚拟的任务都可以在Vision Pro上完成了 那么今天主要跟大家讲Vision Pro呢 主要是讲一下我针对Vision Pro未来发展的可能的这个趋势 那首先我个人呢 对于Vision Pro的发展呢 是抱着相对比较乐观的态度 那么之前看过这个 我去年谈Vision Pro的一个视频的朋友应该知道 我对苹果开拓整个新领域的这种 尤其是商业能力 和商业与这个快速催熟技术的这个 和产业链的能力是非常有信心的 所以呢 我认为Vision Pro很有可能真的去打破 原来这个VR技术 在相对小众的圈子里去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变成真正大众化的一个技术 和相应的这个平台性产品 那么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是因为基于以下几点 首先 苹果它本身的产品的调性 就决定了 它不是一个非常早期就应用新技术的产品 它往往会选择这个新技术 已经接近于非常成 不能说非常成熟 成熟到已经可以面向大众市场 广泛应用的这样一个成熟技术的前夜 然后呢 它完成临门一脚 把这个技术 或者说把这种类型的产品 直接变成一个大众化的产品 那么从最早 苹果的iPhone开始 大家知道 iPhone我可以用两个手指头 缩放这个照片 对吧 非常方便的操作 非常好的用户体验 那么这个背后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多点触屏控制技术 这个技术出来实际上已经很早了 几十年的历史了 但是真正能够成熟的把这个技术应用在主流的设备上 苹果是第一个 而且应用效果非常好 直接让大家快速的 方便的就掌握或者接受了这种技术 除此以外呢 苹果公司类似的还有很多 比如还有像iPad 那Pad类的这类 类似于平板电脑的一样的产品 实际上以前也已经出现了 但是呢 一直没有成为主流 直到苹果推出自己第一代的iPad 很快就形成了这个iPad平台这样的一个细分市场 以前这个市场是根本没有的 那么同时在这个市场基础上 适配出各种各样的 适合Pad应用的这个 Apps 最直接的比如说我们最早在iPad上玩的什么水果猎人 叉叉叉 对不对 以前都没没有类似的应用 后来很快就出现了 还有呢 就是 Apple Watch 苹果在提供自己Apple Watch之前实际上这种 这个手表类的这种可穿戴设备 早就出现了 出现恨不得有将近十年了 但是一直也没有成为主流 那么真正 成为主流的第一款这个像手表类型的这种可穿的产品 就几乎就就是Apple Watch 一代一代一代 还有什么呢 就是这个AirPods 对吧 无线蓝牙的耳机 而且是分离式的 在此之前也是无线蓝牙耳机很多呀 但是基本上都还是这个一体的 两个耳朵在一起 一个大的对吧 或者是连一根线的 那么真正分开来 而且变成非常主流的 也是这个基本上苹果是 第一个主流的产品 而且直接开辟了这样 把这个原来相对比较小众的 无线蓝牙耳机市场 一下扩大了 我估计十倍都不止 同时这个AirPods 也变成苹果自己非常主流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收入来源 一个非常重要的产品的品类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苹果 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间 它始终是掌握着一个技术 从小众不太成熟 变成大众成熟的 这样的一个关键点 在关键点这个时间 它切进去 然后呢迅速的变成这个技术的一个最好的代言人 然后掌握住这个技术快速膨胀的这个关键的时间点 这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我刚才讲到的已经差不多有四个五个类似的例子了 所以这次Vision Pro是不是真的也抓住了这种所谓的这个VR技术 这个头戴式设备从小众市场转向大众市场的一个关键点 我觉得在这点上我们是可以给苹果一定的信心的 很有可能苹果真的抓到了 尽管现在Vision Pro还比较贵 那么有些的这个体验可能还没有那么好 但是从整个的整体体验上来看 应该说反馈还是非常积极的 所以这是这个第一点我需要去提的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Vision Pro呢 它有可能会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 那么以前头显示设备这种这个VR设备 由于市场比较小 技术难度比较大 所以呢一方面它能够达到的客户体验比较差一点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生产成本居高不下 尤其是当你需要去实现相对比较精细的控制的时候 你的可能制造成本就更高了 那么现在苹果冲进来了 直接就会让整个产业链催熟 那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整个的这种开发和应用的适配 苹果这次发布的这个Vision Pro 它除了这个硬件产品和相应的软件OS相关的这个产品之外 它还有一套完整的这个开发者框架和相应的开发工具 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为自由开发者 第三方开发者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环境 能够让你快速进行适配 快速进行开发 我们知道应用开发实际上是一个争夺非常激烈的领域 每个应用开发者都在绞尽脑汁想去寻找 我的目标客户到底在哪里 它有什么样的比较独特的非常有价值的需求 目前还没有被满足到 我可以找到这样的需求痛点 我尽快开发出来 然后尽快占领市场 甚至说利用这个来进行收费 获得盈利 而不是只是依靠广告来获取相应的这个收入 那么现在Vision Pro发布之后 整个的这个苹果的头显市场 都是一个巨大的蓝海 那可能还不够那么大 但绝对是蓝海 因为现在没有什么应用 在这个平台基础上进行相应的适配 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应用类型 去做好的适配 甚至说你可能直接在现有的这个 开发工具跟开发环境基础上 做出一个原生的3D应用 那你的这个应用 它的几乎就没有什么竞争对手了 对吧 而你所面向的这十几万到二十万用户 是一批收入非常高 客户年薪非常高 付费意愿非常强的用户 你想想他已经花了将近四千美元 买了这么一个东西 他会在乎说再花个十几美元 几十美元去买一个应用吗 真的好的应用的话 你再用订阅的方式 那你的这个收入 你的这种起码这种变现能力 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你只要随着苹果这个Vision Pro 这个产品增长而同步增长 就就可以了 你搭上了一个高速的电梯 如果这个电梯真的是高速的话 对吧 那么是不是高速 那你要对苹果有信心 你就绝对可以去提前在这个电梯里头 站好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 对吧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相关的 现在还是在一个比较早期的阶段 但是很多开发者都是跃跃欲试了 那么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催俗整个产业链的 在开发方面的这样的一个 非常有利的条件 那么除了开发之外呢 还有呢 就是整个的供应链的降本增效 就像我前面讲过的 你的这个供应链 由于以前需求量比较小 所以你的生产成本比较高 而且你想做到非常精细的用户体验比较难 那现在苹果已经冲到前面了 帮你去 帮不是帮你了 去汤路 去构建更好的客户体验 甚至说未来大家还可以把苹果现有的这种客户体验和相应的实现方式 作为自己的一个标杆 去对标 去参照 那么这时候呢 就可以变成一个整个行业 整个供应链 在苹果推动的情况下快速成熟 快速达到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标准 同时把 以前相对比较贵的这个设备的制造成本 迅速的降下来 所以这个是推动整个产业链 快速发展的这样一个非常强大的动力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整个的这个相应的应用的成熟和质量保证 以及在此基础上主流应用的入场 那么前面 刚才我讲到的前面一点是所谓第三方应用的开发 第三方应用开发有时候会两有不齐 对吧 可能这个有些开发实力比较弱一点的 它只能聚焦于核心功能 但是呢 用户本身体验可能它就很难照顾得到 但是苹果的Vision Pro 它我相信在这个阶段 或者说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头 它为了确保你这个应用 在适配这个Vision Pro本身 它的客户体验比较好的情况下 它一定会对这个应用本身的体验质量 提出相应的要求 包括你的这个响应速度啊 包括你的一些这个观看的这种 这个 各种各样组织 就是你能够体验到的任何不舒服的地方 而且是共性的不舒服的地方 苹果一定会注意到 会要求这个应用厂商做相应的修改 因为你想想你真的某一个应用开发出来 用户带上去头晕 那到底是应用的问题还是设备本身的问题 这就讲不清了 所以呢 这个一定是这个会影响到苹果本身的这个设备 自己的这个体验 所以苹果在相应的这种这个体验控制上 一定会非常非常serious的去去考考察 对任何应用在上架的过程中间 它一定会做相应的测试 那么另外一方面来说呢 就是主流的应用 也会在这个市场逐渐成熟的情况下开始入场 我们知道现在苹果 Vision Pro已经明确表示支持的 就是迪士尼 因为迪士尼有自己的这个流媒体平台 迪士尼Plus 同时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这种 相关的娱乐类型的应用 所以迪士尼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参与者 另外呢就是微软 微软它自己的这个Office系列的这些工具 现在也已经提供了面向Vision Pro的这种适配的功能 因为Vision Pro未来 在可见的未来一定是会成为一个重要的 这个所谓效率提升的工具或者平台 当然也有很多主流的应用表示 目前我暂时不考虑做相应的适配 包括像这个Netflix 包括像Spotify 那么他们认为现在市场还不够大 他们还不值得额外花精力去专门针对苹果的这个设备 去做3D的适配 这个呢只能说这些厂商目前他们的目光稍微有点短浅 所以呢 这个整个产业链的带动 包括开发者 包括软硬件 包括未来的主流的应用和应用背后的整个生态 那么苹果Vision Pro的出现都会在很大程度上会推动整个的这个产业链的进化 那么第三呢就是纯粹的这个VR设备自己的技术对战的这种变化 那么苹果这次这个Vision Pro的推出来 他为了和传统的或者说已经在市场上存在的这些VR设备相区别 他提出了一个空间计算的这个概念 在这个空间计算概念的基础上呢 他还提提了很多的相应的标准 比如说他的这个整个空间计算框架里头 有包括窗口 用这个Swift UI生成的窗口 那么有所谓的空间的容器 就是包含窗口的 比如说用Reality Kit生成的容器 以及更大的对象叫做空间的 那么不管是空间也好 空间容器也好 窗口也好 这些相关的对象 那么他同时提供相应的这种开发框架来支撑这些对象的开发 那么前面讲到的Swift UI 包括Reality Kit还有AR Kit等等 那么这套东西呢 现在是苹果支持的标准 未来会不会扩展成为更广泛的基于VR设备的一个行业的标准 这个很难讲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其他的一些这个VR设备的厂商相对比较小的 如果希望搭便车的话 他一定会模仿相应的这个开发框架 让为苹果做应用开发的这个应用厂商 很方便的可以把已经开发好的应用 那么同时适配到这些相对比较规模比较小 影响力比较小的这些VR厂商平台上 所以很自然的就会形成一个 大家都遵循的 大家都适配的这样的一个开发框架 那么这个是整个从计算能力角度上来讲的一个行业的推进 那么除此以外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苹果的这个Vision Pro 就像我们最早提到的 大家现在在各个场景下去带着Vision Pro 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这个呢实际上和之前市面上流行的这些VR设备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这就是它的这个目前的这个Vision Pro的佩戴使用的方式 大家更愿意试用用一种这个类似于这个缺省佩戴 或者说我不管用 不管是不是特别需要的场景 我自己首先先戴上 比如说就像我们这个苹果的Apple Watch一样 或者是这个AirPods一样 你像我平常哪怕是没有在听音乐 或者是没有在打电话 我也习惯性的把AirPods挂在耳朵上 就一有电话 我就不需要再拿掏挂 然后直接一接就行了 对吧 那么如果未来Vision Pro能够发展到说 没事就是带着 那这就说明了Vision Pro对于大家的吸引力就足够大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实际上就需要Vision Pro的这个用户 真的去找出一些这个深度使用的场景 在这些深度使用的场景情况下 你可以随时随地的通过长续航的这个Vision Pro 去完成日常的很多的工作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 Vision Pro的这个应用范围和相应的需求量就会大大的增加 如果它还只是局限在我要打游戏的时候 我才带上或者我要看电影的时候 我要看剧集的时候 或者说我要跟人这个视频会议的时候 我才带上的话 那么这种这个情况下的这个特定应用场景下才佩戴的话 会大大局限它未来的这个使用的这个频率 所以呢 未来我们如果想判断 Vision Pro它到底会不会迅速的去扩大用户的这个用户的基数 以及它未来的成长到底有多大的这个成长性的话 除了看它的这个价格变化 现在这个价格肯定大部分人是承受不了的 可能要再起码要降到目前价格的一半 我觉得才是有可能真正的被绝大部分这个消费能力的人所接接受 除了价格之外 首先你看看是不是大家更多的是在通用场景下去带它 另外一个呢 就是看目前的这些主流应用 是不是改变自己的态度 开始支持Vision Pro平台了 比如说就像我前面讲到的Netflix Spotify 虽然它现在说不支持 如果说半年甚至一年之内 它转而开始支持了 这就意味着Vision Pro的第一步迈出去已经成功了 那么甚至说它基本上已经成功了 只是需要加以时间 让它自己慢慢慢慢的把客户技术提上去 形成一个正反馈 形成一个这个飞轮效应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沿着这个正常的发展轨迹 一步一步的让这个客户技术滚雪球一样 不断的增大 同时不断的吸引更多的应用开发者 加入进来吸引更多的这个硬件制造商 帮助苹果去生产相应的配件 把配件的这个成本给降下来 所以偶尔来看 我对这个Vision Pro的这个 未来还是非常积极的 我觉得它真的有可能会让整个这个VR产业 变成一个普通大众都会需要去使用这样一个设备的产业 并且最终把整个这个设备的这个体验提升一个层 提升一个档次 同时把相应的这个价格往下大大压缩 好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 谢谢